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說我們的房間呢 它有真正的那種陽台有沒有 可以走出去的那個陽台那一種 那種就沒有關係 那種就沒有關係 這樣子 好 來 各位我們陳 我們從這個Campton呢 我們要走這個四點鐘的方向下去 往東邊 走四點鐘的方向下去 我們呢 要去到呢 這一個 德國的第一大臣 慕尼黑 它是南部第一大臣 那慕尼黑這裡呢 它怎麼講 就是有這個BMW的總公司 BMW的總公司在這裡 在慕尼黑 這個還有呢 就是我們昨天去的那個 新天而寶的主人有沒有 路德維希二世 巴伐利亞王國的國王 他的皇宮 以前他們的政治中心 巴伐利亞王國 他們的政治中心 就在慕尼黑 就在慕尼黑 所以我們等一會呢 到了這個慕尼黑的救世區呢 我們會看到這個 巴伐利亞王國的皇宮 但我們沒有進去啦 那個皇宮蠻大的 我去過幾次 裡面的東西呢 我個人是認為是還好 畢竟呢 這個巴伐利亞王國跟 這個法國每個比 所以它那個皇宮跟那個 凡爾賽宮差蠻多的 差蠻多的 裡面當然皇宮也是很漂亮的 只是說它沒有辦法跟我們凡爾賽宮比 所以通常我們在慕尼黑呢 我們不會安排說 進那個皇宮去參觀 那我們會看到 所以呢 他們以前 巴伐利亞王國 他們的這個 行政政治中心 是在這個慕尼黑 所有的大臣 所有的官員 他們都是住在慕尼黑的 住在慕尼黑的 住在慕尼黑的 那昨天我們去的那個 新天鵝堡 是因為呢 這個國王 路德維希二世呢 他非常的喜歡那個地方 小時候 他爸爸買的那個 舊天鵝堡 他就經常去那邊玩嘛 他就非常喜歡那邊的環境 那我們這個國王呢 又很愛做夢 然後呢 又很喜歡大自然 所以他長大了以後呢 他就經常呢 往那個 就是 新天鵝堡那邊去 最後在那裡蓋一個殘堡這樣 各位我們昨天看到的 新天鵝堡 他其實在以前 這個殘堡其實 並不有名 並不有名 為什麼 因為德國的殘堡真的太多了 德國啊 德國的殘堡非常的多 幾乎呢 很多城市呢 都有一個殘堡 像這個 我們要去的羅騰堡 然後要去的那個 我們也要去 另外一個叫烏茲堡 有沒有 那邊也有殘堡 而且他們的殘堡 都很古老 都是五六百年以上 那種 這個殿記 那 這個新天鵝堡 憑什麼 這麼的有名 現在很多人來到德國來玩 他們都一定會去這個 新天鵝堡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是在1950 1954年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迪士奈樂園開幕的時候 他設計他的那個logo 有沒有 有看過迪士奈樂園的logo嗎 或者是看過迪士奈樂園的那個卡通影片 有沒有 就是一個白色的城堡有沒有 然後一個小天使飛過來 然後繞一圈這樣一點有沒有 就有那個 好像那個煙火這樣子 那個齁 那個齁 那個城堡就是用 新天鵝堡作為圓形去設計的 所以呢 當時呢 迪士奈樂園開幕的時候 他設計出來這個東西有沒有 大家都覺得說 哇 這個城堡真漂亮有沒有 然後呢 就覺得說呢 這個城堡呢 哇 怎麼好夢幻喔 然後呢 這個 一看呢 就是呢 這個王子與公主 住的這種 這種城堡這樣 所以因此呢 才打響了新天鵝堡的名氣 大家就會問他說 蛤真的有這種城堡啊 唉呦 在德國南部 新天鵝堡 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有很多的人呢 就哇 就會來 來這個德國這邊齁 來新天鵝堡這裡 來看說 這個城堡是不是真的 就是像迪士奈樂園那樣 那種感覺這樣 那這個新天鵝堡呢 他當時呢 路德維希二世 他在蓋這個城堡的時候呢 他為什麼會蓋成這麼的夢幻 最主要的原因是呢 當時路德維希找人來蓋城堡的時候 他找的不是建築師 這個城堡不是建築師設計的 因為我們知道呢 一個建築師呢 他在設計一棟建築的時候呢 他還要考慮到什麼 考慮到所謂的力學 對不對 你城堡不能隨便蓋嘛 因為你這個蓋起來以後呢 你這個力學如果沒有算好的話 他這個蓋好以後 城堡會垮的嘛 對不對 可是呢 路德維希二世 當時在設計這個城堡的時候 他不是找建築師來設計 他找的是什麼 找的是劇場布景的設計師 就是我們看舞台區啊 那個背後那個布景有沒有 那個設計師 他是找那種人來幫他設計這個新天堡 因此呢 這個布景設計師呢 他當然設計出來的東西 就比較漂亮 比較夢幻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呢 才看到這個新天堡堡 他的這個樣子有沒有 才是這麼這麼美 這麼浪漫 這麼這麼這麼 怎麼講 夢幻 這麼夢幻 很華麗 尤其我們昨天啊 在那個新天堡那個紀念餅店那邊 我們有看到他的照片 對不對 一年四季不同的風景 然後有不同的景色 對不對 不同的感覺 各位如果是在春天來的時候 春天大概是差不多四月份 五月份那個時候來 春天來的時候呢 那個橋去拍照嘛 那一座橋叫瑪麗恩橋 瑪麗恩呢就是那個 路德維希二師 他媽媽的名字 叫瑪麗恩 瑪麗恩 所以那一座橋是 怎麼講 就是蓋好了以後 是用他媽媽的名字來命名的 瑪麗恩橋 如果我們是春天來 尤其是一大早來 就像我們昨天那樣 不是我們昨天是下午 如果是早上 早上來 大概差不多九十點鐘 我們如果來到新天堡的話 那個城堡 非常的美 美到是怎麼樣美 他就是齁 那個城堡還不是在半山腰嗎 還記得我們昨天拍照 就是你往那個橋的左邊去看齁 他那個城堡是在半山腰上 他那個底下的那個山谷有沒有 全部都是霧 所以那整個城堡呢 就好像飄在那個雲裡面的那種感覺 城堡都上半截 看得很清楚 可是他的下面全部都是霧 那個真的很美耶 我看一下有沒有我團員照過的照片 我等一下照一下 就真的很美 所以一年四季呢 那個城堡呢 看起來齁都是不同的 有根據不同的季節 然後有不同的景色這樣子 所以各位下次還是可以來 冬天來 冬天來 白雪這樣子 也是很美 也是很美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去到 我們會先去BMW博物館 然後完了以後 在BMW博物館的附近呢 就有那個叫奧林匹克運動公園 奧林匹克運動公園 這個運動公園呢 是在呢1973年 那個時候 舉行這個奧運 奧運 可是那一次的奧運呢 確實呢 奧運史上呢 一個呢 非常非常 發生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就是那個以色列 那個阿拉伯的那些國家有沒有 他在那一次的奧運呢 在選手村屠殺了以色列的選手 所以那一次的奧運 可以說是怎麼講 在奧運史上喔 算是一個汙點 算是一個汙點 因為那個那一次的奧運 是在慕尼黑舉辦的 是在慕尼黑舉辦的這樣子 所以算是一個汙點 一直到現在都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的這個紀錄 就紀錄這個事情 也有一部電影有沒有 有一部電影呢 拍的呢 就是這個故事 就是那一次的奧運會 然後呢 以色列選手被屠殺 那部戲呢 叫做慕尼黑 各位呢 如果有興趣喔 你回去可以去網路上找一下 那個電影 他的名字 就是用慕尼黑 這個城市的名字 慕尼黑 算是蠻那個的啦 你從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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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你從那個電影裡面喔 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就是這些阿拉伯人喔 他們跟這個猶太人中間的一些衝突 那猶太人事實上來講呢 其實喔 是蠻可憐的 猶太人其實是蠻可憐的 猶太人呢 他們本來呢 生活在這個迦南地 就是現在的以色列那一個區域 他們本來是生活在那邊 結果呢 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 然後他們遷移 遷移 然後遷移到哪裡呢 遷移到埃及去 然後後來呢 被摩西 然後呢 再從埃及呢 再帶回這個迦南地 然後帶回迦南地以後呢 那時候呢 因為他們這個民族喔 已經離開這個地方很久很久了 所以呢 他們原先的故鄉呢 就被其他種族的人呢 都佔領了 所以當摩西帶著這些西伯來人 這些猶太人 回到他們以前 祖先的那個故鄉的時候呢 他們就跟當地的那一些人呢 就開始爭奪這個土地 爭奪他們 想要把他們原來 他們祖先的這個故鄉的這些土地呢 想要把他奪回來 想要把他奪回來 所以後來就一直在打仗 有沒有 一直在打仗 所以像這個 舊約聖經裡面的一些記載 這個西伯來人 猶太人他們以前呢 有很多很多的國王 有沒有 記不記得我們第一天到的海德堡 我有跟各位講說 那個大衛王 記不記得吧 大衛王跟哥利亞巨人打仗嘛 就是在那一段時間 發生的事情 大衛王 各位曉得 那個大衛王 他是可以說是呢 以色列呢 地帶的國王裡面呢 可以說是最偉大的 大衛呢 代表的呢 就是勇敢 忠誠 然後呢 這個 他的攻擊呢 也是呢 以色列 所有的國王裡面呢 最偉大的 他打敗了這個 哥利亞巨人 打敗了哥利亞巨人 那這個大衛呢 這個大衛王 就是 李開朗基羅雕刻的那一座像 有沒有 各位有看過大衛像吧 一個十四五歲的一個青年 青少年 那個裸體的 然後他是這樣站有沒有 各位如果沒看過的話 下次去伊嘎利佛羅倫斯 市政廳門口就放了一尊 那個那一尊是假的 不是假的 那一尊是複製品 複製品 他那一尊也兩百多年了 說是複製品 他也是古董 也兩百多年了 那真正的 米開朗基羅雕的那一尊大衛呢 他現在在哪裡呢 在佛羅倫斯的 那個叫做 佛羅倫斯那個叫什麼 學院美術館 為什麼 因為那一座大衛雕的那一座大衛像 他本來就是放在市政廳門口的啦 就是放在現在那個位置 可是呢 因為風吹雨打 那個大衛石開始慢慢的 就是被封死了 有沒有 那那石頭就開始有一點點 好像就是被破壞了 那好死不死呢 破壞的地方呢 剛好是在那個大衛的那個腳 腳趾頭那個地方 那個感覺喔 就有點像長那個想狼腳一樣 真的喔 就一個洞一個洞這樣子 爛爛的這樣子喔 所以他們發現說 這個大衛像喔 藝術真品嘛 對不對 這唯一的 就發現說放在室外的話呢 會慢慢會壞掉嘛 就趕緊的就把它呢 就移到了室內 就放在這個學院美術館裡面 溫度 濕度 還有這個光線 通通就是嚴格的用人工科技控制 那個大衛像進去是不能拍照的喔 你要拍照的話 你就只好到那個外面喔 那個市政廳門口去拍那一座複製品 真正的大衛像在學院美術館裡面的 他是不准你拍照的 不准你拍照 他控制他 這樣 他就挪進去了 挪進去以後呢 原來大衛站的那個位置呢 他就放了一個複製品在那邊 不過那複製品也是兩百多年 也是 算是古董的啦 雕的是一模一樣的 大衛 他那個大衛就是這樣 站一個三七步啊 然後身體這樣側著 然後連往這邊看 往那邊看這樣 一隻手這樣垂在這邊有沒有 另外一隻手是這樣 你如果從那個Google有沒有 去Google大衛像 就會看得到這張照片 啊那個大衛呢 是一個青少年 講的就是旧約聖經裡面的故事 講什麼呢 講當時呢 這個大衛啊 他就準備要打仗 要打仗的那一撒那 開戰前的那一撒那 這個是大衛 明開朗基羅雕大衛的這個 故事的內容 那個時候大衛啊 基本上來講呢 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少年人 他是一個牧羊 牧羊的木頭 那那個時候呢 是扫羅王 扫羅王呢 因為呢 他娶了一個老婆 那個是別的民族的 別的民族 別的種族的一個女人 這樣 結果呢 娶了這個老婆回來以後呢 那個老婆拜的神 就跟他們 猶太人拜的神不一樣 猶太人是拜上帝的嘛 那他那個老婆呢 就是拜的是別的神這樣 結果呢 這個老婆娶來以後呢 這個扫羅王呢 就跟他老婆一起拜起他們的神這樣 就不拜上帝了 所以上帝呢 就很生氣 就處罰他 就處罰他 所以當時呢 扫羅王跟敵人在打仗的時候 扫羅王一直都是打輸的 都是打敗仗 那當然 每一次都打敗仗 當然扫羅王就很煩惱啊 然後呢 就很那個 心事很多 所以因為這個樣子呢 他晚上睡覺都睡不好 睡眠品質很差 都睡不著 那那個時候 就有人跟他建議說 國王啊 你這個晚上睡覺 如果是睡不好 或什麼的話呢 我們附近呢 有一個小木桶 他很會彈琴 這個據說呢 琴聲呢 有這個鎮定人心情緒 安定人心 安定人情緒的一個作用 他說你可以把他呢 找到皇宮來 然後你晚上睡覺 他彈琴給你 這樣可能你的睡眠品質會比較好 比較就是鎮定這樣子 於是乎呢 這個扫羅王就把大衛呢 就從外面呢 就找到他的皇宮來 每一天呢 扫羅要睡覺的時候 大衛就彈琴給這個國王聽這樣 大衛呢 因為在皇宮裡面啊 所以呢 他三不五時 就聽到有人來報 報 報什麼 報說 我們今天又打輸了 明天又打敗仗了 什麼的這樣 有一天到晚就聽到這種事情 然後尤其是他們在跟哥利亞人 對戰的時候呢 每一次都打輸 所以那個時候呢 大衛聽了以後 大衛就至高奮勇的 就去跟扫羅王講 他就講說 我自願去跟哥利亞巨人對戰 這樣子 那扫羅就說 那是小孩子 我千軍萬馬都打不贏 那你一個小孩子 你怎麼可能呢 你送死了這樣 可是呢 那個時候的大衛呢 他對上帝的信仰呢 是非常堅定的 所以他認為呢 上帝呢 會一定會幫助他 打勝仗這樣子 所以他就堅持的 要出戰 扫羅呢 後來就說 好啊你要出戰就去吧 就去了 去了以後呢 當這個兩軍對勢的時候呢 大衛呢 就拿出了他的武器 他的武器是一個彈弓 那所以呢 你下次去佛羅倫斯 你去看那個大衛像 你給他繞到他的背後去 他背後這裡 雕了一條皮帶 大衛是手這樣嘛 他是拿那個皮帶 皮帶這樣子 往街上這樣引搭 所以他的這個 你知道大陸人喔 那時候疫情前喔 來歐洲玩 你知道他吃中餐 一餐的餐的 發覺多少錢 你知道嗎 預算多少錢 一餐喔 一個人 五歐 五歐呢 五歐是要吃什麼啊 一個漢堡都買不到 他們一餐飯 一個人的發覺是五歐 五歐 然後我吃了那菜 油夠爛的 所以我在帶他們那邊的團的時候 這個就吃飯了 來,各位,我們大概五分鐘前面就到了 在我們右手邊這個就是奧林匹克運動公園 很大 它其實站立很大 包括前面的那個電信塔有沒有 也都是在它的公園的範圍裡面 BFW是在我們的左手邊 左前方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BFW的展示廳 然後後面那裡呢 後面那裡就是當時奧林匹克運動會所蓋的選手村 當時的選手就是住在那邊 那個是選手村 在那個後面那裡 這個是在慕尼黑這個城市北邊 我們現在人是在北邊 你看這個就是他們當時的那個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蓋 後來把它重新弄好 弄變成一個公園這樣 它的佔地還蠻大的 現在在我們的正前方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那個建築物有沒有 四個圓圈連起來的 四個圓圈圈合在一起的那一棟建築 那個就是BMW的總公司 總公司就在這裡 然後在它的前面 我們現在人正前方 在這棟樓的前面的 那個就是我們在北要去的 BMW的展示中心 那個是新的喔 展示中心是新開的 新蓋的大概差不多才五六年而已 那那一棟總公司的那一棟 遠遠的這棟大樓的話呢 已經蓋了很久了 大概就最少二三十年有了 就在這邊 在我們的左手邊這一棟 這棟是新的 是他們的展示中心 我們待會兒你會過去 我們給大家稍微多一點時間 你慢慢逛 你要是買那個紀念品有沒有 裡面也有 好不好 然後呢你還可以怎麼樣呢 過馬路 其實你不要過馬路 為什麼 因為這棟樓比較高 那你要是過了馬路以後呢 你後面這棟樓 你會拍不全 你會拍不到完全 所以你就在這邊 在這個展示中心這邊 你往這邊拍 拍這棟樓就好 這棟樓很漂亮對不對 四個圓圓的連在一起 四個圓圓連起來 四個圓圓 圓圓 四個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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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不知道我這麼多花 這個跟上海那個那個那個尺寸哪裏 上海 不傳那個歐漫地老不會 上海那個叫什麼 呃 是上海嗎 應該不是吧 不像齁 這個呢它有點像那個 加拿大多倫多的CN Tower 可是CN Tower比這高多了 CN Tower是545公尺啊 這個才沒有多少 我說那個造型嗎 造型 造型 造型有點類似 這在這邊的啊 等一下可以造這一棟 喔 還有 一個碗公 一個碗公 嗯 連後面啊 這個天橋是他們自己造的 對 那我們走出去就好 天來洗衣服 來喔請過來 後地後 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對不對 八等 八等 好 來各位要檢查一下我們的手機包嗎 打開給他看一下 打開給他看一下 我們背包還是要嗎 哈囉 早安 謝謝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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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那個你的包包呢 要小於那個 尺寸 喔 他如果大的話呢 要在那邊 寄存 喔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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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蛥 在这里排队吗? 对,排队 这边排队,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您这边排队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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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全部放在一起 好,我们一起这样比较好 要记得来拿过来 然后他只要一张票给我就好了 好不好 这个要紧吗? 我这个要紧 這個我也不知道要不要 我覺得應該是ok可以帶進去 但是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說不行 來要記得趕快拿過來 要記得 這個要嗎 這個要嗎 這個不用 還有沒有 沒有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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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走啦 這個我保存就好 給他們小肥 給他們小肥 小王叫切開 嘿嘿 這樣好嗎 國家都一樣 先一個國家也行 我來下去了 下去了 下去了 我去玩的 怎麼會沒有 好的 好 有嗎? 不知道,也沒在說 這不是要回來嗎? 來這裡 這都駕駛駛駛 進來進來 後面那個是腳踏車 充電 汽車充電 汽車充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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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看到那個標誌有沒有 那個洗手間的標誌 下去 下去那邊 WC 有看到嗎 打給 Brady 打給我 打給她 打給我 打打給我 打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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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法定人數不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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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